2月16号上午10点左右 大连市甘井子区迅达检车县内 有一辆重型翻斗车着起了火 现场火势十分猛烈 浓烟滚滚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时现场浓烟滚滚 起火的翻斗车正在猛烈燃烧 窜起的黑烟能有三四层楼高 接到报警之后 大连消防救援人员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勘查和询问知情人得知 起火点位于驾驶舱 并迅速向车身蔓延 轮胎底盘均有不同程度燃烧 油箱泄漏形成约10平米的流淌火 总过火面积大约有15平方米 同时燃烧车辆左侧就是检车线服务大厅 人员密集不易疏散 而右侧为下坡地势 流淌火顺地形正在向下蔓延 现场情况十分的危急 了解现场情况之后 大连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拉起警戒线 疏散群众 一边立刻用两支水枪交替掩护进行灭火 经过半小时的努力 车体外部基本已无明火 随后救援人员继续用水枪 对车体进行冷却降温 索性此次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同样是在大连 2月21日早晨6点钟左右 荆州区炮台街道 头道沟村方向 202国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吉普车追尾了一辆大挂车 由于撞击力巨大 导致吉普车严重变形 驾驶员腿部受挤压受伤 被困在车内 大连消防到场后 为了尽快让驾驶员得到救治 救援人员立刻利用破拆工具 对车门进行破拆 由于车体变形严重 空间狭小 破拆工作十分艰难 经过不懈努力 驾驶员最终被成功救出 并由120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月18日 辽阳市工厂领区 汤河镇红木村一位村民 也发生了意外 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 这位村民上山砍柴时 不慎跌落 被困在了半山腰 接到报警之后 辽阳消防救援人员 立刻赶到了现场 由于山路坡度较大 而且积雪严重 救援人员只能携带救援装备 徒步上山 并很快找到了受伤的村民 经过询问得知 受伤村民有脑梗和脑淤血病史 如果不及时送医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由于受伤村民 已经无法自主行动 救援人员决定 利用救援腰带和绳索 将村民固定在救援单架上 将其抬下山 但是由于雪后的山路特别失滑 为了保障伤者的安全 每走一段 救援人员都小心翼翼 最终在村民的合理帮助下 受伤村民被成功转移 至山下安全区域 并由120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所以说这种情况 你最好就不要单独上山了 尤其是一些不熟悉的山路 更就不要去尝试了 另外一些有着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在这样寒冷的冬天 也尽量不要单独出门 避免发生类似的危险 感谢观看